一開始想說是球雷姆 就刷個機場就閃人 畢竟現場還有兩三個小朋友 排隊等也要時間 而且球雷姆已經有抓到了 想說就留給別人吧 看起來是沒其他五星 就在我們準備想離開的時候 這時候 居然給我們看到這個 是我缺圖鑑的異色列空座耶 於是乎我們決定留下來拼搏 而這就是故事的開端啊 絲絲念念的黑獵終於遇到了 此時的球雷姆已經是浮雲了 抓不抓得到都不重要了 然後此時我妹還沈浸在日本新機台 因為日本新機台是按按鈕丟球的 剛剛他用按的丟球機台沒有反應 球雷姆爆開不意外 意外的是 有交換機會 不管被騙幾次 還是會賭一下 果然又被騙了 輪到我了 黑獵出大圖 居然躲在球雷姆隔壁 唉唷 該不會直接要噴給我吧 想太多了 選大圖必出 應該用拉蒂歐斯W照就可以解決了 結果凱西殘血 今天黑獵的第一顆球 今天黑獵的第一顆球 喔 是高級球耶 難道黑獵要跟我回家了 有沒有 可惜了 可惜了 我發現黑獵很喜歡躲在球雷姆旁邊耶 居然連出大圖 這樣應該很有機會要下卡了吧 黑獵的第二顆球 尷尬 彩球噴錯邊 居然是超級難下的超級球啊 喔 迪迪們都走了 看來是捕捉黑獵的好機會啊 但黑獵就開始躲起來了 而且卡了很多死心 本來想試試看社團的都市傳說 結果居然有兩隻鬼師 這樣有機會出五星嗎 小圖有看到 但沒有出現 然後就在此時 我手推大師球啊 挑錯時間了吧 這樣大家會抓三星賭一星交換嗎 歡迎留言告訴我 接著黑獵就不知道躲了幾場 然後就在這時候 給我精靈球之力跟黑獵大圖 躲這麼久 該噴了吧 沒有 只有噴四星啊 就看精靈球之力 會不會給全大師球了 來吧 哇 哇 結果只有全高級球 沒關係 只要能抓到的都是好球啊 今天的第三顆 高級球 一下 兩下 三下 還是爆開了 還是爆開了 然後又是一連串躲的節奏 太扯了 剛剛才下一張太陽一部耶 又是球雷姆大圖 是超級南下的超級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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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第四顆球 是今天都還沒有出現過的精靈球 有沒有精靈球之力呢 咬一下就爆開了 連眼都不眼 今天的第二次精靈球之力 沒給大圖吧 一二配應該會有氣息吧 這時候旁邊的保友叫我試試看 頭下二星獨一星交換 頭都洗了 只好試試看囉 他可能看我們打很多 所以沒有排隊 後來有人來還幫我代牌呢 於是呢 我就聽取他的意見 投下二星 會出交換嗎 唉唷真的出一星交換了耶 會遇到誠實大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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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騙人 結果氣息出現雙五星 這個肯定要打吧 不過剛剛放了一星凱西 所以要想辦法讓凱西先回家囉 再放一張大壁如招處理掉 對方按到加五十 OK就照劇本走 好 巨人失誤 好了準備送他們回家吧 開火車吧 只給超級球 今天的第五顆球 是超級南下的超級球啊 哇 哎唷右邊先爆 哇 結果連續爆 然後後來就來一堆人了 然後也快關門了 保友叫我賭個塊頭 讓我妹接著打 於是呢大家又開始圍觀我的塊頭 幫我集氣 畢竟裡面有三隻五星 應該有機會下一隻吧 亮晶晶晶大潮 結果沒有 保友說通常五星都會後面才出 沒錯上次快頭黑龍也是最後才出的 第七回合 沒有 唉唷 第八回合也是啊 最後了 果然上次快頭投到五星是運氣好啊 不過快頭完聽說比較容易下五星 但是裡面卡三隻 四星也超多張的啦 哇 我妹妹沒有黑獵大圖 所以只剩保友幫我帶牌的最後一次了 後面再一個妹妹就要關機了 看來我只剩最後一場的希望了 波爾一樣也是爆開啊 唉唷 交換機會 應該要換到了吧 慘啊 喔 最後一場的希望出大圖了 該搬了吧 居然沒有 唉唷 那這集就來抽 索爾加雷歐吧 幫我訂閱頻道 影片按讚分享 底下留言 我要索爾加雷歐 我們抽一位觀眾 終於來到今天的最後一顆球了 會是什麼球呢 哇 是精靈球 完全不演 咬一下直接爆開耶